效应新刮曝光 RW其实一直都没想过让他首发 辅助第一人选是阿改 买下烛只是无奈之举 AG售后服务虽然不太好 但是真要感谢RW买走下烛 6.6也是除未平 2023年KPL大地带第一轮期在结束 AG卖出去的选手都未能取得好赢季 甚至他们都直接掉入了B主 比如魏央跟九龙的MPG 还有下烛加入的RW 特别是后者 直接让他们全S 变成了一支B主队 然后就有瓜主爆料 RW买下烛是无奈之举 起初是想要把他 他不走才选的下烛 并且因为不知道三三会挂牌 所以没有对他出价 从这就能看出 效应一直都不是首选 他为RW做出了牺牲 最后换来的可能会是职业生涯的终极 被磁6.6也是 说是效应极酸 他这一路走的真不容易 效应也不容易 那样的 效应的职业路 也是比较坎坷 两次打到了决赛 但是都没有拿到冠军 希望他在阿德布厦城 完成职业时间 千万不要放弃 如果放弃了的话 这就真的是一万就越来越远了 随后还看到RW的不幻 他直言还不如让牵势去暗不住 效应短度中立 更是说出牵势去 哪里就要出位 属实是有点推幅 不得不说 6.6是真敢说 同时不难看出 RW在转队期的决策出现功能 哎真的是 我感觉效应转很算中吧 你要不要牵势转不中吧 对调一下吧要不 效应中单玩风剧人 这不是玩体型号的吗 哎亲事怎么那么差呀 感觉去哪里哪里 对我成绩不好呀 什么问题呀 啊你说亲事打的不好吗 也没问题 打的也没问题呀 但是好像又来又来 在前一期的时候 你会发现没有啊 感觉人亲事自己去转会啊 那时候就是 请人家宝宝区的时候 人家不知道打的时候 就转会了啊 但转到W以后 你一开始太不错了 后面慢慢的慢慢的就下滑了 对吧 到了阿拉伯强这边呢 你开始转去捏大一条 后面慢慢的慢慢的也下滑了 什么意思啊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还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总的来说 效应是不该等 上赛季 他们能听听好想 这赛季 是直接掉一笔 很明显 快要出现了大碗 而瓜底 竟然说出独奇是最长的 效应等 季 虽然是独奇的独奇 却没想到他并不是第一人群 如果效应者 补助神秀本性的话 只是新人 有过敏的独奇 他可能是下滑 补助这个位置 已经很多年了 表情跟操作还会变起来 只能说 AG的售后服务 确实不如狼队 终于跟翻番各地带队冲进开始 各一样 九成 下足带队进地 以后 还有队伍赶买AG的选手吗